内地知名潜水员韩日前在广西九顿一流天 寻失踪 事件引起各界关注 内地传媒今日报道 情人透露 已找到韩的身影 但目前要你定打方案 相关新闻 红星新闻报道 知情人士指 今日11早上 搜寻人员对失踪潜水员韩进行新一轮 寻 此次搜寻使用了水下机器人 据了解 在韩连第四天 机器人在水下百余米处发现韩的身 现场搜寻人员对将其打捞出水的方案进行了 亦为目前韩人未被打捞出水 一名接近搜寻员的知情人士表示 最初考虑的方案是由水下 器人将人带到一定高度再由潜水员下水捞出 水下机器人无法完成 目前在从外地找有能力到这一深度打捞的潜水员进行打捞 另一名之人士表示 国内能下潜到这一深度的潜水人员少 能下潜到这一深度进行打捞难度则更大 以韩曾在这种深度进行打捞 他捞人容易 别人他很难 广西电台四家车930官方微博930老友记今日 铁水下机器人疑似发现韩遗体正在制定打方案 今天上午水下智慧机器人开始在九顿翼天窗群进行水下救援 该机器人下水的最大身位300米 此外 今日11日中午 蓝旗国际潜水俱乐部层出公告 自10月7日晚始 潜水员还失联以三多 游屋出示洞穴位置太深 故救援无法完全展 目前搜救工作未有明显进展 感谢大家的关心 续可以关注官方正式通告 了解详细情况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